如果在未来把水浇在地上 那将会被抓去坐牢 人们未来的工资不是钱 而是到家水占领水 红卡代表最低层的工资 只能领500毫升 蓝卡的就能领1000毫升 因为在2075年 污染导致降雨量大幅减少 全球各地遭遇大旱 由于水源受到污染 变得比金子还贵 为了解决水源的问题 宇航局找到了生物学家宋志安博士 邀请他到月球的渤海基地 把里面的重要样本带回来 渤海基地在5年前发生辐射外泄 导致100多人死亡 所以任务非常危险 队员都是每个专业的顶尖人才 大壮是本次任务的队长 经过精密的调整 宇宙飞船终于升空 从太空角度来看 地球干燥的范围已经很大 进入太空后 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 可他们万万想不到 在即将到达月球时 飞船的固定装置出现故障 再不脱落就会撞到引擎 大壮果断下令分离 然而在脱落固定装置后 宇宙飞船竟然无法点火 情况非常危急 但无论怎么尝试 引擎就是无法启动 他们只能做好碰撞的打算 很快飞船重重地撞在月球上 滑翔了很长一段路后 终于是停了下来 幸运的是 只有老王一个人受伤 但危险还未结束 他们刚准备打开舱门时 飞船突然倾斜 底下是万丈深渊 掉下去必死无疑 这是一个工具箱掉落 撞在了窗户上 玻璃瞬间破碎 舱内的氧气外泄 引发了强大的吸力 宋博士被吸了出去 他临危抓住了安全带 但情况危急 队长大壮健壮 立即挺身而出 在宋博士掉下去的瞬间 及时抓住了他 随后舱内的氧气耗尽 他们安全登陆了月球 但下一秒 飞船也随之掉落深坑 他们成了没有飞船的宇航员 危机还未解除 他们身上的氧气不多了 如果不尽快抵达渤海基地 肯定会全部命丧于此 经过漫长的移动 已经能看到基地了 可这时老王支撑不住 永远留在了这里 时间紧迫 他们必须尽快前往基地 因为身上的氧气 只剩下5% 每个人都到达了极限 可此时的大门却打不开 再不给生命装置充电 恐怕会交代在这 幸好最后一刻 终于打开了基地大门 可没想到的是 刚刚安顿下来 就发现了一具尸体 在月球上的基地 竟然出现一堆尸体 他们的死状十分离奇 和发现的第一具尸体一样 都是溺水而亡 在月球怎么可能会溺水呢 而且他们发现 基地根本没有辐射外泄的迹象 难道高层在隐瞒着什么 虽然带有疑问 但任务还要继续 基地内有三个储藏室 队员分成三个小队行动 可搜查并不顺利 储藏室内似乎都被搜刮过 这时小秀发现在角落的样本 他朝里面伸手去拿 却不小心压到5年前的尸体 几颗粉末瞬间飞进他的眼内 刚开始还很正常 耳朵流出了水 顿时感觉头晕露血 眼睛像泡在水里一样 看啥都很模糊 他强忍不是回到座位 这时队员察觉到不对 小秀开始不停地吐水 队员被这一场井下呆了 赶紧联系队一赶过来 医生在几分钟后赶到 他立即对小秀检查 发现他呼吸困难 赶紧帮他顶高头部 可还是不起作用 医生又在他脖子上滑个口子 可刚插入气管 水就不停往外喷泳 哪来的这么多水 连医生都惊呆了 更奇怪的是 就连抽出来的血液 都变成了水 小秀突然不断抽出 最终死在了这里 还没等众人缓过神来 另一小队又发生了事故 副驾驶找借口支走宋博士 独自进入第三个储藏室 他是临出发时入队的 高层似乎教给他什么任务 男人在这里找到一份完好的样本 没想到样本竟然是水 当他刚想离开时 刚好遇见回来的宋博士 可突然他被什么东西拽了进去 宋博士小心地进去查看 发现男人被一个怪物勒在高处 下一秒重重摔倒在地 当场领了盒饭 宋博士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 与怪物保持着安全界限 怪物并没对他展开攻击 只是悄悄拿走个样本 这时队员赶到现场 怪物已经消失不见 医生通过检查发现 副驾驶的全身骨头断裂 即使从天花板摔下 也不可能摔成这样 队长大壮心情复杂 刚到月球一小时 就损失了三名队员 为了查清入侵者 他和队员去搜查通风管道 另一边 通过对小秀的血液测验 发现血液里还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水 这时宋博士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女人把血滴在水珠上 突然水珠瞬间增生 紧接着越来越多 医生吓坏了 这增生的速度并不正常 怀疑里面有病毒 赶紧拿出冷冻剂 经过冷冻剂的滞冷 这才停止了水珠的增生 他们也明白过来 小秀是吸入了这种水 在体内不断增生 可是器官承受不住 才导致的溺水而亡 另一边 队长大壮在搜查通风管道时 在半路发现了一个不明符号 就在这时 突然检测到不明生物靠近 而且速度极快 他们紧紧盯着前方 但没想到对方是在上面 赶紧追了过去 可前方的大门拦住去路 他们试图打开 但门丝毫不动 前方是一级管制区 只有高层才能进入 为了拿到授权 必须与地面取得联系 修好通讯器唯一的方法 就是从基地外面开启电源 可外面的电梯早已无法运行 大壮决定冒险一搏 他系好安全绳索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但队员突然发现 原来无法运行的电梯 此时正在高速上升 幸好大壮惊险险躲过 电梯直直地撞到了顶上 可危机还未解除 电梯随后又掉落下来 大壮急忙让队员丢下安全绳 迅速扣在一旁 他虽然成功躲过了电梯 可掉落的时候 把氧气装置碰坏 为了完全修复通讯器 大壮咬着牙开通了电源 就在回去的路上 缺氧让他昏迷倒下 这是一个影子向他靠近 等他醒来 已经回到基地 令他疑惑的是 电梯当时为什么会自己运作 没等他们想明白 突然检测到不明信号 又是第三个储藏室 众人还以为是入侵者 可来到现场空无一人 最后从副驾驶身上 搜出一个通讯器 里面是高层发来的信息 大壮立即质问地面指挥部 总负责人韩长官表示 对此毫不知情 现在首要的任务 是找回样品和找到入侵者 刚准备分头行动 宋博士就找了过来 剑无法再隐瞒下去 大壮只好说出了真相 五年前 高层在月球发现了水源 他们称之为月水 本想通过研究开发 用来解决全人类的水问题 却没想到害死了基地所有人 为了查出真相 宋博士让大壮带他 进入一级管制地区 可没想到的是 他们发现了一个地洞 里面深不见底 更诡异的是 地洞里竟然长着植物 下面到底有着什么呢 这个小女孩竟然长出了鱼鳃 就在刚刚 她突然出现在基地里 她的速度快如闪电 子弹根本打不中 力量更是非比常人 单手就把宇航员的手掰了下来 小女孩只是为了拿回月水 但被队员开枪射中 一滴就能杀人的月水 全洒在了女孩身上 下一秒 她就倒在桌上不停抽搐 看似十分痛苦 但诡异的是 她的脸上居然长出了腮 伤口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趁众人没反应过来 她迅速逃离了现场 原来之前发现的地洞 里面全是完好的月水 植物也是通过月水 才生长得这么茂密 宋博士为了查清真相 她翻进通风管道寻找女孩 但没想到对方正在等她 在女孩的带领下 她来到了一个房间 女孩虽然不会说话 可她似乎没有攻击性 宋博士找到一些照片 原来这是她姐姐的房间 她还找到一台主机 里面的内容让她震惊 高层制造了无数克隆人 他们统称为露娜 反复在他们身上进行月水实验 实验失败的尸体 就装进真空袋 直到第73次实验 终于是对月水产生了抗体 但在实验成功后 高层的做法让人愤怒 为了隐藏这个秘密 他们把所有科学家封闭起来 以月水将其全部杀死 其中包括宋博士的姐姐 宋博士说出真相后 队员十分愤怒 他们恐怕返回地球后 也必将难逃一死 露娜也会成为 各国争抢的实验对象 眼下可以保命的 就只有国际宇宙研究所 同时大壮也知道 当初就自己的正是露娜 她也赞同这个选择 小队立即出发 但露娜突然趴在地上 她翻起身让大家跟着走 就在她直视的前方 月水竟然喷涌而出 原来之前开枪打穿了基地 让月水进入了进化系统 情况危急 他们迅速逃离 好不容易逃到气密舱 但逃跑过程中 几名队员不幸吸入月水 当场领了盒饭 他们没有时间伤心 只能继续逃亡 但大壮突然发现 大门竟然关不上 眼看大水即将冲破阻拦 她看了眼身旁的队员 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大壮留在外面 按下释放压力的按钮 虽然成功救下队员 但自己也因此丢命 现在只剩下宋博士 医生和小女孩露娜 他们走出了基地 月水因为重力的原因 停止了追击 两人惊讶地发现 露娜竟然可以没有保护地 在月球上呼吸 或许是月水使她发生了变异 不久后 救援队也赶来将他们救走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这部剧一共八集 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但是创意少了一点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关注猫君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